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小 可是川普还是到目前为止 六大要百周 全部川普都是全胜的状况 在这个情况里头 所有的人都要做好 川普当选总统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第一个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是什么 是北约 在北约国家里头呢 川普过去曾经称北约 他要退出北约 最近他接受法拉奇 法拉奇是谁 各位可能忘了 他是在英国脱欧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主导者 而且曾经在英国当选了当时英国还没有脱欧之前的欧盟的议员 在议员里头他就是代表英国脱欧的角色经常发表言论 川普和这些英国的极右派的人就是上来有很好的往来 他接受了他的专访 总共33分钟 我们在昨天文献的世界秩序欧洲版时候特别报道了这一次俄罗斯的大选 俄罗斯大选之后 普丁狂扫了87%的选票之外 整个投票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德国的专家特别分析了投票率代表什么 代表普丁因为俄乌战争而完全取得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所有的胜利 在这个状况之下 普丁于事后的国际记者招待会里头 他特别宣布 他说现在北约不断的扩张他的成员 和当时1990年 苏联就是前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主要的苏联这个角色 签的国际条约内容完全不同 1990年的时候 为了促成东西德统一 苏联同意美国所提议的让东西德统一 交换的条件是北约不得东扩 后来北约不断的东扩 俄罗斯提出了抗议 当俄罗斯提出抗议的时候 美国直接的告诉俄罗斯 你们的苏联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们签约的对象是苏联 不再是你们 这个是普丁经常在接受对外界访问的时刻 他所说的俄罗斯的悲情主义 他如何的被美国鄙视以及践踏 而现在整个北约组织更扩大了成员 也就是在这场俄乌战争里头 各有德各有失 从普丁的角度来讲 他让北约更加壮大 所以对俄罗斯是更加的不利 但是他个人在国内却得到了更大的声望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川普接受了访问里头 他谈到北约的时候 他就说我会好好保护你这个国家 可是你好好出钱 你该达到GDP的2% 你没有做到 他特别点名了德国跟法国等等 其次川普也特别谈到了 他和习近平跟普丁的关系 他说外交不是你习不喜欢对方 而是你要跟你的敌人有矫情 你才能避免战争 所以他骂拜登是一个笨蛋 因为他全世界进行了一大堆的纷乱 如果不是拜登的话 不会有恶务战争 或是战争发生 可以很快的可以停火 同时跟中国的问题 也不需要处理到这个地步 因为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 这个是他完全在和法拉西专访里头 完全不会演的 那至于这个好朋友 他进行到什么样的关系 他进行冲突到什么地步 妥协到什么地步 他并没有更深入的一些说明 中国大陆的专家认为 川普的当选对中国是有利的 为什么 因为他会疏远北约盟友 而且使得中东的冲突恶化 因为他准备杀手不管 没有人知道 这是事前规划好的布局 还是川普再出奇招 这位超忙碌的美国前总统 笃定将获共和党提名 且极可能成为2024美国总统当选人 先前大方邀请英国民粹主义领袖 同时也是前英国脱欧党主席法拉吉 走进他的佛州海湖庄园 进行了长达33分钟的专访 这个星期二专访内容终于曝光 这无疑是一只法拉吉和川普的双人物 美著名政治网站Politico说 光是这一小段问答 应该足以稍稍缓解欧洲近期的紧张情绪 川普对北约退群的积极澄清 凸显了川普倾向于透过商人视角 来看待美国外交政策 他不完全了解 也根本不想理解美国从北约获得的好处 川普眼里只有钱 特别是五战当头 及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强大威胁下 他认为这是美国大豪的出售武器的机会 北约成员国尤其是德国 完全没有理由不实现GDP占国防开支 2%的目标 这是川普2024年2月 公开鼓励俄罗斯对那些不履行财政义务的 北约国家为所欲为后 一段刻意澄清或者该说是好的举动 川普虽然在专访中强调 他一直在沉思欧洲与美洲之间 长期存在的那条美丽宽阔海洋的意义 但对欧洲来说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如果是川普领导的话 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完全不理解自己想法的国家 你说之前你相信你认为要专业的国家可以变成为余力 you could sort it out quickly but is Putin the kind of man we can negotiate with yeah I think he is so we did very well with him look you know I'm the one that was the one I stopped the pipeline Nord Stream 2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I got along with Putin great I got along with President Xi great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but I stopped the pipeline Putin would say if you're like supposed to be my friend I'd hate to see you when you were my enemy because I had it done and then Biden came in and right away he approved it going to Germany and all over Europe 川普在俄罗斯总统普丁 设立连任之后 再度释放出自己才是和平使者 可以促成俄乌停火 他痛批拜登 是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好战 经济没有表现 任由非法移民 挟带毒品入侵美国 拜登完全不适合管理国家 如果当初2020是川普自己当选 近日的美国和世界 不会如此纷乱 You wouldn't have Ukraine You wouldn't have had Israel The attack on October 7th would never have taken place Iran was broke They had no money I said anybody that buys oil from Iran Can't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den comes along and he lifted everything Now Iran has $221 billion 根据ABC和IPSO一份民调指出 虽然高达四分之三美国人认为 国家正朝向错误方向前进 但他们也同意 一个分裂的美国 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强而有力的外交 英国禁报冷眼笑看 川普这场真人实境秀 称川普坚持至少要半小时 才能发表大量爆炸性言论 还预言他绝对会找特定任务干账 果然当主持人点名 澳洲中美大使陆克文 曾在就任前公开批评川普 是疯子和西方的叛徒 他立刻上钩 澳洲外长黄一贤在消息传出后 力挺陆克文任励表现 并强调就算川普赢得11月 美国总统大选 澳洲政府也会继续保留陆克文的职位 但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安全 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周波分析 川普如果重返白宫 这个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可以高枕无忧 因为川普的威胁对中国不起作用 却可能疏远北约盟友 并使中东冲突恶化 川普2.0的对华政策 将会和拜登时期非常相似 即便他威胁要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 最终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接近零 倒霉的也会是在中国的美国制造商 美国金融市场也将暴跌 美国得被迫从其他地方支付更高价格来进口商品 至于川败对关键高科技流向中国的小院高墙政策 终将无法抵挡全球科技人才流向中国 北京正对科技创新进行大规模投资 最快到2032年 中国申请的智慧财产权总数 就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日前撰文分析 俄乌及以哈这两场战争的失败者 都不只是交战双方 还包括美国 因为他对乌克兰及加萨采取的双重标准 以使美国严重失去了国际信誉及道德权威 就算川普再次当选总统 也会进入一场漫长的修复过程 至于欧洲 或许该感激川普的再次出现 就算他最终在11月大选中落败 都已迫使欧洲在自身防务上重新团结 对欧洲来说 比乌克兰领土损失更大的 将会是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 可能又要乌克兰割让领土 又使该国非军事化 就算拜登成功引任 川普效应也已成功凝聚了跨大西洋秩序 欧洲不会再将美国的安全保护 视为理所当然 且这样的效应 正持续扩大到亚洲及南方国家 川普当初说 不付钱就不保护 或许只是一句戏言 如今就算透过专访补救 恐怕也已彻底翻转 全球地缘政治早下 当世界越来越相信战争 才能解决问题 也越来越接近战争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有些国家各国争伤的 拿国家的预算去买武器 目前为止统计从2019到2023年 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 我们的资料来源是 SIPRI武器转让资料库 2024年3月的资料 印度市占了9.8% 全世界第一名 第二名是沙特阿拉伯 他们看到了以哈战争 赶快地要保护自己 还包括了卡达 占了7.6% 乌克兰占了4.9% 他的战争 巴基斯坦也占了4.3% 因为还有跟印度对抗 日本4.1%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某一个程度要保卫自己 不能完全依赖美国 埃及占了4% 澳洲占了3.7% 韩国占了3.1% 中国占了2.9% 但是中国很多武器 是自主自己设计的 所以这不必不表示 中国不重视 它的整个军事武器 而2019年到2023年 全球十大武器出国口 谁在军火里头 得到了一门好生意呢 当我们越来越相信战争 而且越接近战争的时候 No.1是美国 央央领先占了42% 第二名是法国11% 和它排名相同的是 俄罗斯11% 其实中国也占了5.8% 也是武器的输出国 德国占了5.6% 意大利占了4.3% 英国占了3.7% 西班牙占了2.7% 以色列占了2.4% 韩国也把自己 变成了一门好生意 出口2.4%的武器 印度为什么要成为 全世界进口武器的 第一名的国家呢 印度现在正是在 美中对抗当中 在地缘政治拥有 更好地位 最好地位的一个国家 它在这次俄乌战争里头 大家都在制裁俄罗斯的 石油跟天然气 它就扮明了 我不理你 我就是要账买 因为我很穷 而美国为了印太战略 也不得不吞下去 就接受了印度 无论如何 美国的首要敌人是中国 可以唯一制衡中国的 从经济到边境的军事力量的 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大量的 进口它的武器 而下一个问题来了 很多人希望印度 可以成为取代中国的制造地 越南太小了 那印度的人口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它人口还超过了中国 目前它的经济成长率 是落在6.5%到7% 中国过去的经济成长率 非常高的时候 都超过10%甚至12% 都是双位数字 而印度现在大概就是一半 或是三分之二左右 在这个情况里头 当大家纷纷抢进印度 这个探头堡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 印度能够复制中国 当时的经济成长的数字 而使得很多工厂都搬离中国 最后搞垮中国 可以进入到印度吗 目前为止 有摩根斯丹利 还有相当多的财经人士 国际事务的专家 我们为大家整理出来 他们认为 首先第一个 印度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目前不可能一系之间 就做到取代中国 此外 他们认为 新德里自己本身 就是莫迪政府本身 他的印度宗教主义 就是他完全用印度教 作为领导整个国家的 整个方向 就跟全世界 现在席卷的各个现象一样 这个国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政治上是一个对抗的国家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勇前进 就像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挂在嘴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断挑起中国人内心 澎湃的强国梦 印度领导人莫迪 也依循几乎同样的论述 考路与政治语言 激发出印度人对于一整个国家 一整个民族在受尽殖民悲屈 与人间苦难失恋之后 从土地翻身 昂首跨步 走上世界舞台前方 那个世人乔首仰望聚光灯下 最耀眼中央位置的美好想象 印度可能是2030年代新的中国人 对于2030年代新的国家 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家 我们想和需要证据 印度是一个国家 that we simply can't ignore 东升西降的剧情 成为近几十年市局运转主轴 在中国成长放缓之后 全球投资人开始寻觅 亚洲周边市场 下一个具备于当年中国 相同潜力和爆发力的 新型经济体 其中南亚大陆上 古国印度 由于人口量体惊人 青年劳动力充沛 再加上2014年 现任总理莫迪上台以来 积极推动现代化与情商路线 被认为有潜力复制中国模式 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因此包括德国车厂福斯 美国苹果公司 南韩三星 与台湾代工业者 鸿海 和硕等都积极抢劲 扩大在印度设厂或拓点 在全球产业界掀起一股印度投资热 追捧这个南亚大陆上的新大国崛起 莫迪逐政以来的大型土木和制度翻新 让印度上上下下 从交通建设 税制货币 外汇存底 甚至是击闭已久的贪腐问题 都有着不同于以往刻板印象的进步面貌 然而如果说未来的印度 有机会取代今日的通国 那么今日的印度不可会言 在许多层面上 就仍然处在上个世纪 中国刚崛起时 那个深色摸索青黄不戒的阶段 我们应该认识那边斗中和中国 事实在压价 中国的季度是六 bor上 中国的季度的季度是 $12,000 产业 中国的季度是 $2,000产业 中国的季度は18-18%的盛利 India provides 2% of global trade so you know and the gap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even when China is slowing down and India is going faster has only increased in the last decade or so it's in the shadows that the problem is poor job creation for 75 years with no prospect in job creation in the coming 20-30 years a youthful population emerging into this in this junk scarce environment poor public goods provision education, health, citie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事實上今天的印度經濟活動 仍有高達4成的比例 來自農業產出 反映在勞動市場上代表大多數的就業機會 還是停留在農工低型領域 這也導致了青年事業率飆高 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 找不到工作的比例更超過了4成 事業問題和整個國家富起來的過程中 一部分人沒有搭上高速成長的電梯 造成的機會不均等 隱然成為社會不滿與騷動的來源 而這一股潛伏的民怨 在印度民族主義風潮 煽風點火 推波助瀾之下 有可能升高為印度發展前途中的揮爆彈 I am proud to be an Indian I am proud to be a Muslim I am proud to be a protester This is not what we want India is a secular country Let it remain secular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martyrdom of Mahatma Gandhi And we know why Gandhi was murdered Gandhi was murdered because he lived and died and fasted and struggled for equal rights for Indians of all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They are unapologetically majoritarian They'll instrumentally use Gandhi for things that are inconsequential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Not just of Gandhi's life and message But also of the constitutional promise to our minority 包括國際知名的印度歷史學家 胡哈等多位學者專家 都對現任總理莫迪的民粹 市政風格和充滿侵略性的統治手段 表示無法苟同 胡哈認為莫迪對穆斯林的打壓 是想藉由重塑印度過去 被伊斯蘭王朝統治的歷史 將其定位為外族入侵 來凸顯自己大力拉抬印度教的民族復興形象 因為只要討好了佔了印度人口 高大八成的印度教徒 莫迪的人民黨就能輕易碾壓其他少數族群 確保自己的長期執政 其實是一種強勢的人 對 如果我能用這句話 是否可以用這句話 在錯方的方向 在危險、疑似、自殺的方向 這比我的語言更加鎖 危險、疑似、自殺的方向 幾度小黨都淪落到了政治邊陲 失去多黨制衡的作用 然而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 政治上的一黨獨大 到底是一種助力還是一個阻力 中國經濟半世紀以來的變化 或可作為對照今日印度與未來印度的參考 請一國之力培植產業的計劃經濟 確實可以載舟 但過度控制的高壓統治 也能在轉瞬之間打翻一條船 如何在高速成長當中維持社會的穩定 確保多數人都能共享經濟的故事 其實是大國崛起這一趟課中最關鍵的考題 美中衝突使得印度崛起 但是崛起可以到什麼程度 我們剛剛做出了報道 美中現在有一個最大的衝突 就是AI的競爭 美國遙遙領先 中國也盡全國之力 希望能夠發展AI 而中國主要在AI方面 比美國領先的部分 並不是在它的技術方面 而是在它的應用方面 但下一個問題就是歐洲呢 歐洲也全力地向德國都在支持AI 可是歐洲在目前為止是落後 排名比較前面的反而是英國 而不是德國 那下一個問題來了 美國要不要進行對AI的監管 歐盟首次通過了 對於人類AI的第一個監管法案 美國要不要 美國目前的說法是 如果我們進行對AI的監管 我們就會輸給中國 因為中國不可以監管 但現在中國也準備監管AI 因為他們覺得這將是一個 很破壞國家安全 穩定的一個可能性 總之全世界呢 未來很大理想競爭 是關於AI領域的競爭 其中最可怕的是把AI 用在軍事上面 第一個人們可能會失控 第二個當它用在軍事上的時候 它可能會所向無敵 我們一直在報道 我們進入了一個向性戰爭 而且越來越靠近世界戰爭的一個時代 在這個時候 誰喊停是一個大問題 當AI再加入再出現的時刻 喊停的距離又更少了 從中國歐洲再到美國 這市場無論區域或國家 都不想落敗 不願輸給競爭同才的科技霸權之爭 當人工智慧被公認為主宰 未來核心科技產業技術的現在 明顯落後的歐洲卯足全境 試圖彌補於領先者間的明顯差距 一馬當先的美國 憑藉手中強大話語權 向世界提前示警 埋首於AI創新的中國 繼續夾在美歐的聯手制衡中 尋找自身優勢 這是德國之聲紀錄片 AI霸權中美歐間的人工智慧之爭 在秋冬2023年 這個英國的AI環境是一個寂寞的地方 跟他的開設 Allef Alpha Yonas Androulis 都建立了唯一的經濟的AI 能夠在國際上的一種技術 能夠參與國際上的技術 Allef Alpha 2019年成立於海德堡 是41歲德國經濟工程師安德魯利斯 在加州西谷為蘋果效力多年後 回國返鄉創辦的人工智慧公司 業界年齡五歲不到的新創AI企業 是歐洲寄予厚望的希望燈塔 德國政府眼中閃亮的歐洲版OpenAI 現在我們無法接觸 有可能的客戶和伴侶 最多的英國銀行銀行公司 都在接觸 很多的小型公司 有訊息、抵押、事件 有些人工智慧的 超級大量的東西 超級大量的 它是很興奮的發展 我們也有開放 開放AI 也許我們的更加更更更加 安德魯利斯說他有太多客戶不願意曝光 海德堡市政府是願意接受採訪的手術 我只是進入一個問 車輛車輛在B37 這是一個忙碌的路 B37是關於7時至6時 現在我可以問 我如何用孩子的利益 這不是正確的答案 它現在無法找到任何東西 正是資金的取得遠不及美國 尤其當大家心中認定的業界翹楚 靠著父爸爸撐腰 用錢堆出的最新語言模型 更精細到超越許多普通人的語言能力時 歐洲心中的焦慮可想而知 OpenAI由微軟半數持股 並挹注了百億美星 Alpha 僅僅募資了2800萬歐元天與地的差距 In fact,一開始開始今天 我們要動,我們要動快 我們要動快 我們每天 我們要動新的東西 On March 14,2023 OpenAI開放了ChatGPT-4 最最強的技術 在此時 在同時,它很高的利益 使用費 For Jonas Androulos 和他的隊伍 它是一個責任的行動 作詞圖 我一首歌曲的故事 从来看的观看 的一首歌 好 好 很废 好 好 在深入温泪 我住在河 中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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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河 中的河 有孙养的 生命 欧洲还有另一位挑战者 在巴黎纽约荷兰都设有办公室 由法国企业家沃尔夫 所成立的AI新创企业 Hugging Face 对于这场全球AI争霸 法国人关注的不适合 能超越OpenAI 而是语言模型中必须拥有欧洲色彩 The philosophy, the mission and the values that we push are actually very European by some way Being careful about the data Try to build something responsible and not just go fast and break it 2022年11月Chad GPT横空出世 为AI产业灌入大量比拼欲望 2023年2月时代杂志形容全球AI争霸战已成军备竞赛 表示2030年前 AI将为全球经济贡献15兆美金 也正是当资本开始疯狂逐利后 过往被视为畅衰的批评 到了今日都成合理见点 2014年 当我建设了《未经济生活研究》 它甚至是很招败 甚至谈谈到AI的安全保障 因为这意味着它完全不完全安全 很多AI研究者认为 这会是不错的资金 而且只有这些奇怪的人都担心 2023年3月 由瑞典艺科学家创办的 《生命未来研究所》发表公开戏 呼吁全球暂停训练 比Chad GPT更为强大的AI系统 苹果共同创办人沃兹尼雅克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等众多科技大佬全都联署支持 2023年5月 美国人工智慧安全中心 也以公开心要求 把降低AI可能带来的人类灭绝风险 定为等同于核战及流行病的 全球优先事项 签署者之一 OpenAI执行长奥特曼 2023年6月 亲赴美国国会作证 呼吁政府发展AI 务必结合政策规范及教育 这是我最大的关系 这些模特性的能力 是把这些模特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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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模特性的能力 我认为人们可以 就在AI业界科技巨拨 进商要求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法规之后 人工智慧可能引发伦理担忧的讨论 风起云涌 拜登总统就AI的国安隐患一周开会三次 由其关注其可能的地缘政治后果 特别关注中国 前腾讯AI部门高级科学家孝涵 2021年在柏林创办AI科技公司吉纳 是德国之声镜头下 中国人工智慧技术快速进化的海外优良代表 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些人 这些人是一种幻子的幻子 所以他很流行在社交媒体上 所以如果我们发布这些照片 它会发生一个故事 它可以发生一个故事 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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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只能保持它 我们准备 def creepy and then we just do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like this i was meant for more he whispered to the room his words echoing into silence i am more than the lonely man i've become more than these disappointments suddenly his eyes glinted a revelation forming within his mind perhaps it is time i showed the world that again with strengthened resolve Arthur placed the coffee down marking an end to a solitary reflec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你能做 當你推動Multimodal AI 到一個極端 所以你能看到從一個圖片 你能夠發生不僅一個文章的描述 但一個情感的音樂故事 孝涵不會言地說 替中國培育出眾多AI大神的人才搖籃之一 正是美國企業 美國企業加起了一個老闆盤子 叫做晉砂研究科學 這是一種風趣的あっ bacter 大一年代的一年代 因為強化的口感到中國來炸製 這工藝大學將去訓練 那是誰的超級既星大人 中國的海神世紀 很多大職人在這個工藝大學 都曾經提供 friend 解言之全球AI之爭 中国全力冲刺前进 美国追求利益极大化继续向前 欧洲不想垫底也为独立性而战 只是当各国纷纷靠着拔尖AI技术握有话语权 下一代的孩子或许永远无法跟上人工智慧的顶尖能力 这道以游科学界提出的疑问句 你想好答案做好准备了吗 所以他们准备了解决定AI的未来 如何教我们孩子们去建立东西 一个一样的单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许多人会问 晶片半导体中国到底会不会自己突破 时间会多长 一年 两年 三年 或者什么时候 华为现在是已经做到了哪些东西 实际上这个部分 行家会告诉你可能要三年 五年 甚至有的时候是更长的时间 但是有一项是电动车 尤其是电动车的电池 它几乎南瓜了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钠电池 那最近也发展出一个叫做纳离子电池 其中最重要的公司是您的时代 And when it comes to battery manufacturing one country is the undisputed leader Battery production in China has been really growing very fast because it has a strong demand China produces most of the battery cells for EVs Claiming about 75% of market share 6 of the 10 largest battery manufacturers are in China And it also extracts 60% of the rare earths used to make batteries 美国或许能从晶片与技术出口管制 遏制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电动车电池 这场决定21世纪技术控制权的竞争中 美国注定难 望其向背 Just look at this list The top battery makers for electric vehicles At number one is CATL It stands for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 CATL Chances are you've never heard of this company But look at its market share It's almost 37% as of last year One out of three batteries sold are made by this company CATL And its clients are the likes of Tesla, Volkswagen and BMW At number two on our list is BYD They have around 16% market share 电动车核心要素零件锂电池 是中国遭美国多方包夹后 截至目前为数不多 还具备能力规避白宫垄断与脱钩的自家制造领域 CATL and BYD Both are Chinese Together they make up 53% of all EV batteries So randomly take two electric vehicles One of them will have a Chinese battery Do you see why that's a problem? Going forward most vehicles are expected to be electric And those vehicles will need batteries If China controls that market it gives them power They can choke rival countries or drive up prices Or use the batteries as a bargaining chip A bit like the Gulf does with oil Ning德时代之所以能够维持生产王者地位 其下主力产品磷酸铁锂电池 拥有独家研发专利 确保电池性能与热稳定度跟寿命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中国拥有大量的锂矿储备与提炼技术 但宁德时代并未因此停下脚步 Relying on lithium alone won't cut it The world will need every option available And that's where sodium ion batteries come into the picture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at element Beneath the earth's crust Sodium is abundant making up around 2.3% It might not sound like much But that's over 1,000 times more the amount of lithium Found under the earth's crust Not only is it more readily available But it's also cheaper In early 2024 Sodium carbonate was valued At approximately $290 Per metric ton Battery grade lithium carbonate Was more than $13,000 Per metric ton And lithium batteries Need precious materials Like cobalt and nickel to work But sodium doesn't It's found everywhere It's simply salt And not limited to a specific region The world's largest battery manufacturer Chinese CATL Already went big on sodium ion technology in 2021 Just two years later It was supplying Chinese carmaker Sherry with salt batteries And recently this e-car type from JAC Group's Yiwei was in the spotlight Reports say that some of the cars from this model are powered by a sodium battery This probably means that in some Chinese cities Tiny salt-powered e-cars are already in use Though we weren't able to find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Or figures on how many of them At the moment I think China is leading the race One should never give up But we have this technology sooner or later with us also I think But now it's in China And we have to close the gap 相较于锂电池 納电池体积较大 但安全性更高 使用寿命更长 而且在高温下较为稳定 不易发生安全事故 2023年年底 所有欧洲电池一哥称号的瑞典电池企业NOSFORM也宣布 成功研制了能量密度超过160瓦时每千克的大电池 技术路线与宁德时代略同 但研发速度明显之后 The hardest part about trading into battery technology is actually not making one good battery in a laboratory It's to produce a million of those including the supply chain of it including the gigafactors that you need to build But why is China so far ahead? Experts say that while Europe has been researching sodium ion batteries for longer China actually commercialized them earlier and got a head start of at least three or four years One of the main hurdles they face is weight They tend to be heavier than lithium ion batteries 电动车电池供应链已成为美国大幅落后的制造领域 拜登2021年上台后便将他纳入美中科技站的新战场 并利用抗通膨法试图削弱中国在该行业的主导权 今年初美国国会更禁止国防部自2027年10月起 向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六家中国企业采购电池 试图进一步推动五角大厦供应链与中国脱钩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e to, you know, realize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a single country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cent, you know, some of the economic coercion cas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en Those have all sort of added up and really are getting a really bipartisan focus in Washington, D.C. On the degree of the U.S. dependence on China The battle over batteries is at a critical point There is one dominant player, China With a tight grip on much of the battery supply chain A grip it has no wish to relinquish As the world confronts the looming spectre of climate change Whether the battery battlefield becomes one of contest or cooperation Could affect us all We're kind of at a fork in the road about whether we're going to see two worlds of batteries in electric vehicles A Chinese one and a non-Chinese one It's going to be unfortunat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going to be unfortunate for our efforts to combat the climate disaster The world needs a lot more EVs on the road If any countries or many countries are going to meet their commitments, right, towards net zero And towards other types of climate commitments And we are very far away from that So what could be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f China does restrict say some of the minerals that it has access to That process will slow down That could be a negative outcome really for many countries And for any kind of climate targets that we have 去年很多中概股遭到抛售 加尼德时代受到了遥远的影响 所以尼德时代在去年一整年以来是跌幅15.90% 但是过去一个月它的涨幅是17.92% 年初至今是20.36% 目前呢它在本周是上涨了3.04% 連國際摩根大通都認為它還會繼續漲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复裂寨 身份 复请 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 因为受到零售股下跌 领想的是NVIDIA继续上涨 所以道中指数下跌了0.77% Nexed上涨了0.16% 标普下跌了0.14% 一整周分别上涨了1.97% 2.85% 2.29% 美人指数在联准会的主席 释出鸽派的讯息 今年很可能会降息 三次左右上涨了0.96% 黄金期货下跌了0.07% 本周对美元的汇率 日元是贬值了1.59% 只剩下151.41% 日元贬值得很低 待会我们会做出特别的报道 寒缓贬值了0.65% 台币贬值了1.07% 来到了31.965块32块钱 对于美元 人民币贬值了0.45% 欧元贬值了0.74% 瑞士法郎宣布 降息贬值了1.55% 欧洲央行也准备宣布降息 接着我们来看本周半导体的股价 Intel下跌了0.16% 台积电在NVIDIA的助长之下 上涨了2.6% 三星更是因为据说 NVIDIA转单到了三星 三星大涨了7.98% Apple科技股价里头 本周苹果下跌了0.2% 因为它得到了美国司法部 对它的垄断的调查 Amazon上涨了2.55% 在科技股价的部分 还有Tesla 本周上涨了4.44% Mita上涨了5.26% 本周AI股的部分还是重点 NVIDIA上涨了7.35% AMD下跌了5.97% Supermicro下跌了8.99% 两个都是因为获利了结的修正 在Microsoft的部分上涨了2.96% Alphabet上涨了6.75% 因为传闻Alphabet和Microsoft 要合作帮Apple还有Mita 制作相关的AI 它大涨了6.75% 待会儿来到文青人世界财经周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